客人來餐廳吃飯 老闆俐落撈起海鮮準備秤重 最跳魚相當活力還跳到地面上 點了五六道菜客人已經吃了超過一半 卻喊說不新鮮 業者氣炸 我一個成本 買了兩百塊錢 我沒有亂講 你們可以問店家 我只賣它三百塊 我只賺了一百塊錢 對 都吃光了 剩兩片 整盤是雞尾蝦子吃到剩兩尾 剩一片吃到剩下四片 金融家海產店二十號晚上七點多 有四位民眾前來用餐 鐵的眼神真雕 三連蟹 還有炒飯 炒麵以及海瓜子 剩餘片等等 總共四千元 顧客以下認為炒飯的肉絲太軟 以下說蝦子不新鮮 剩餘片也不好吃 最後還說後面的菜都不要上了 但真雕及三連蟹都已經頗度處理 客人一句我不要了 讓老闆怒火中燒 當時氣到錢都不收了 立即趕人 強調火體進了冷凍庫 味道就不對 於是通通丟掉 網路上被冠負品 也讓他氣得直槍 在誹謗不排除提告 三連新聞 林俊華 黃正杰 金融財報道